波音與工會的勞資協商 已經周旋超過半年 值得慶幸的是 波音稍早終於提出最新協議 並且獲得公會認可 是的 我已經看到新的合約 我不太... 我覺得是正確的合約 但我覺得這不是我們要求的 儘管合約不盡理想 大多數波音員工依然認為 資方願意做出讓步 已經是個好消息 而公會方面 也將在二十三號進行投票 要是表決通過 波音員工不但能在四年內 掌薪百分之三十五 拿到至少百分之四的年度獎金 還能額外獲得超過 臺幣二十二萬的獎金 然而這一個多月來 三點三萬名員工 發動大規模罷工 已經嚴重衝擊了 波音公司的飛機製造 導致財務狀況吃緊 華爾街日報警告 波音身為產業中的領頭羊 如果撐不下去 整個產業生態系 恐怕會永遠移往海外 面臨同樣困境的 還有昔日晶片巨頭英特爾 這兩家曾經備受尊從的大企業 如今都淪為收購 分拆甚至是破產的話題主角 然而由於這兩間公司 各自支撐著兩大產業的生態系 要是雙雙垮台 勢必會對美國的製造能力 造成難以估計的打擊 三地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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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 有新交易 我們在這方面的選擇 我們在這方面的選擇